记者邱芷柔屏东报道,从屏东发迹的明华园戏剧总团今年改编屏东大学教务长施百俊的作品《小猫》 将屏东英雄林小猫的故事班上舞台,除了投入于千万的制作费,当家小生孙翠凤这次将主角位置让给第三代程子豪 他说,培训新一代演员已经二十年,除了实践明华园的传承精神,也期待吸引更多年轻人起爱歌仔戏 孙翠凤说,屏东的救命是阿侯,这次他饰演林小猫的师父侯师象征阿侯人的精神 饰演主角林小猫的是明华园第三代程子豪,林小猫的故事本身就很吸引人 整部戏根据小说重新编导,再融入明华园青年君李玉珍,陈琳,周春安,林岳君,林小俊等人及歌手景文,冠青等跨界演出 让励志当流氓的林小猫变成狭猫的故事格外精彩 明华园总团团长陈胜福表示,去年参加文化部的文学跨界征选计划 采用屏东大学教授石白俊的武侠小说小猫金黄之楷,王琼编剧拿下第一名 除了文化部补助150万元,明华园在以十倍以上的经费投入制作 希望让台湾人看到台湾人的故事 石白俊说,输了就要拼这是台湾人的精神 而所谓的侠就是要有蛇己味人的精神 这是这部作品的中心思想 一开始担心自己的作品会怎么被呈现 但看完有笑有泪的 狭猫后,他认为狭猫表现绝对不输 正在台湾上演的百老会经典猫剧 文化处表示,狭猫将于3月24、25日晚上7点30分 在屏东艺术馆演出 购票请下两厅院售票系统 屏东同乡会也赞助家演教育专场 邀请了屏东中学、屏东女中、潮州中学、平北高中、大同高中等学校师生前往观赏 3月17日还有走独林少猫活动 带领民众走访万丹保全宫、万丹协元寺、潮州变雾署、万丹水尖宫等